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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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人最经常的作用手段 还是会降落或是盘旋在海中礁石或是船舶上 用自己贴来般的歌喉 让过往的海贼水手联听主神 竟然让他们遭遇到灭顶之灾 被他的歌声或是乐器 催眠失神的船员 最终都会成为赞人的副中餐 从这些可能来说 在海装中 既可能是鸟类恶魔果实能力者 又具备催眠能力的拉佩特 所拥有的可能就是 这种能用歌声和音乐催眠的 人鸟怪物 幻数种赞人 或是美人鸟恶魔果实能力 而散人的人手形象 就是优雅女性的这个特征 可能也就解释了 本期开头我们所提及的 在拉佩特身上所特有的女性 或是变性人妖的特征 而在散人果实能力下 拉佩特催眠其他人的方式 可能就是通过歌声或是某种 能发出特定声音的乐器来进行催眠 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 这些都还只是胡扯猜测 但如果这个可能会成真 那换出种美人鸟 魔鬼寻定拉佩特的歌声 就是在海装世界中 最致命的催眠声音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